2020年韩国爆出的N号房性剥削案件轰动全球 性质之恶劣 涉及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本以为那次事件以后 韩国政府会对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性剥削犯罪进行严打 但如今看来这效果不太行 5月22日韩国首尔大学爆发了第二个N号房事件 目前仅确认的受害者女性就多达了61人 其中有12名首尔大学生 韩国警方逮捕了5名团伙作案嫌疑人 两名主犯是首尔大学的毕业生 但这起案件比起第一次N号房案件来说 在犯罪实施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嫌犯的作案手段的科技含量更高 而且更加隐蔽 大部分性剥削视频并非是由真人直接拍摄 而是作案团伙通过deepfake深度伪造技术合成出来的 简单来说就是AI换脸技术 只要像AI软件中录入足够多的个人信息 就能达成为原始视频中的人物换头的效果 这项技术现在已经较为惩处了 如果有足够的声闻信息 甚至还能制作出近乎完美的虚假视频 而且利用这项技术生产成人影像 也不是什么新件事 这早已成为了当下黑灰产的一部分 韩国首尔大学案件的犯罪团伙 从2021年7月至今年4月 将合成的性剥削视频 上传至Telegram的加密直播间 并邀请了各路有变态性举向的逆天韩国网友 加入直播间观看 这股团伙开设的直播间多达200个 40岁的主犯朴某人 制作了1800多张换头照片及视频 而另一位主犯 31岁的首尔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江某 主要负责收集首尔大学的在校生信息 并提供给朴某 可以说能带首尔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学生 都是韩国社会里一等一的预备精英了 结果这位却是个知法犯法的法外狂徒 可见这人龌龊起来 就不是韩国高等教育能解决的问题了 而在另外三名嫌疑人中 还有一位C某 独自以熟人为对象 制作并传播了2101段视频 属实是赛博犯罪卷王了 年纪轻轻就喜好换头切片 这爱好确实是抽象 而且韩国警方还表示 嫌犯的目的并非是通过 合成色情影像牟利 而是为了发现欲望 其中最为恶劣的做法 是将合成影像发送给受害者 并且传播受害者个人信息 在网络上组织性骚扰 这与五年前N号房主犯 赵周斌的作案手法是类似的 综合看起来 韩国这个所谓的第二次N号房案件 与第一次还是有些区别的 主要的相似之处 是传播途径和组织工具 都是高度利用了Telegram的加密系统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但从目前来看 犯罪所涉及的规模和损害程度 是赶不上第一次N号房案件的 但鉴于几位嫌犯 都是首尔大学 这一顶尖学府的学生和毕业生 便引发了更多的社会关注 也在一定程度上 粉碎了人们对于韩国年轻精英们的滤镜 不过从资源分配和女性遭物化的角度讲 技术扩散可能意味着 韩国社会将面临更加令人不安的前景 不管这话刺耳不刺耳 现实就是 女性在韩国是一种被物化了的资源 而首尔江南区的权贵们 垄断了对优质女性资源的剥削 技术扩散在未来 或许会使得一般韩国男性获得对冲 异化感的有利工具 在数字层面上掌握本部属于他们的女性资源 即便连妄媒止渴都够不上 所以恐怕随着技术扩散 类似的犯罪行为会屡禁不止 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以人为本的社会 在人遭到普遍异化和物化的环境中 你只能通过物与物的经济关系来思考问题 解决这种现状的根本 是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 让人不分性别的 从劳动异化和物化中获得解放 男女对立的本质是权力分配不平等下 弱者挥刀向更弱者的自相残杀 给任意一方提供先进工具 也只会让人民斗人民的社会自我毁灭 不断进行下去